艺人肖亚轩他新春开工第一件事呢 就是跟粉丝举办庆功签名会 其实看啊肖亚轩他瘦了有九公斤啊 很多人就好奇 他是不是为情所困呢 对于这样的问题肖亚轩没有回答 另外他又被拍摄到 跟这个柯震东一块去看电影啊 所以呢到底两个人是不是恋人呢 大家也很好奇 Aova新年开春最重要的第一件事 在台北西门町举办庆功签唱会 因为他的新专辑改版之后 勇夺五大金榜冠军 不过粉丝也都看得出来 Aova瘦了好多 肖亚轩苦笑的说自己在两个半月之内 排了一百九十个通告 不瘦也很难 对于Aova他的绯闻男友是不是柯震东 Aova说其实他们只是朋友 就朋友 嗯对大家不要想太多 就年纪你知道大朋友聚在一起 所以大家不要想太多 真的就是看电影朋友这样相处 至于被封为是全名女神的陈妍夕 她的贺岁爱情喜剧片 二月三号就要上映了 陈妍夕在记者会上被媒体问到 柯震东到底是不是肖亚轩的绯闻男友 陈妍夕紧闭双唇 没有证实 但陈妍夕一说会考虑 约柯震东看自己的新电影 OK啊 随时要越多OK啊 对啊 我们大家一群朋友常常都一起相处 陈妍夕说自己如果真的交男朋友 那么他比较喜欢幽默一点 风趣一点 而且要阳光一些的男孩 拜拜 拜拜 拜拜